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自从去年的12月7号,中国政府突然宣布放弃了所有的封控措施之后 中国的疫情就飙升得很厉害,死亡人数也相当多 在各地,尤其在北京,殯儀馆24小时要焚烧的尸体 我发了一条影片,在广州殯儀馆排了一个成功里长的长龙 去申请死亡症、殯葬等等 究竟在这一次的解除风景之后,疫情高峰,究竟有多少人死呢 一直都是一个迷 中国官方公布是什么呢? 直到2月9号,公开的数字是83,150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数字是彻底地低估的 我都说过不止一次,因为他们对于因为新冠死亡的原因 因为死亡是由于这个病毒引起呢? 它是一个非常狹窄的定义 纽约时报呢? 这些都是国际大捕才会做这个事情 做了一个非常之详俊的一个报道 当然它不能够去深入中国去数有些人死 但是综合了一些独立研究机构 估计这个死亡人数大概会在100万到150万之间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83,150人,这个数字是严重低估的 有很多在家里染病死亡的不算 进院死亡的人都尽量尽量不可以填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而死 因为在他的定义里面就是 什么情况下才会因为新冠病毒而死呢? 在外国就是说,只要你死亡之前 两个星期,你身体里面有新冠病毒 你就当你是新冠病毒而死了 但是在中国就是要因为新冠病毒而引起肺的衰竭 然后才当你是新冠病毒而死的 所以就在这个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里面就说 由于这么狹窄的定义就令到这个死亡 因为新冠而死的死亡人数很少 全世界最低,几乎 而更加重要的是 发生在医院死亡的病人 估计这三年内只不过只有五分一 肝衰竭、臣衰竭、心脏衰竭 全部不算下去 《纽约时报》就报道说 引述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的 流行病毒专家一直努力解开12月以来 去年这波加速暴发疫情 未解之迷 根据四个无关联的学术团队 得出大致相似的评估 中国新冠疫情可能造成100万至150万人死亡 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我们上去看一看 他估计中国官方的数字 就是83,150多人 上海疫情爆发之后的一个模拟统计 全国的死亡人数应该是160万人 用出行的模拟统计 估计死亡人数大概是97万 近期的预测数据是150万 用美国死亡率来推算是110万 所以整体地去说这个推算的结果是 去到100到150万中间 这些估算其中两个是来自 这个学术期刊发表或者正接受同行评估的论文 另外两个分析就是由流行病学专家回应《纽约时报》 查询的时候得出来的 研究人员是怎样做的呢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衡量 几多人被感染 在中国本岛的疫苗 在预防死亡方向上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然后得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 借鉴了病毒过去香港和上海爆发的表现 那些数据是可靠的 还有些人用详细的电脑模型 模仪这种流行病的死亡结果出来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 就是说 儘管在中国的火葬场是不堪负荷也好 中国官方公布了 涉及呼吸衰竭的死亡人数 没有包括死于肝肾心臟衰竭的感染者 没有了这些人 定义这么狡猾 自然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 其实是很少的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 2018到2020年 大约五分之一的死亡是发生在医院 其餘五分四都是在家里 在家里自然没有那么容易得到 因为新冠死亡 因为它和香港和其他西方世界很不同 第一时间就会认识你有没有这个病毒 如果有这个病毒的身体 你就当你是这个病 引起死亡 在中国就完全不是 所以 在外国的专家就说 官方的数字只有百万多个 肯定低估了所有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 从《纽约时报》的报导 做个统计就是2020年 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 其实死亡人数一律都是 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低位 直到2022年的12月 解除这个风控之后 就慢慢飙升 其实 原理很简单 中国就是用一个什么的方法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说他自己 全世界都是唯一的国家可以这样做的 说封就封 反映到他的制度自信 也都用这个东西 封控之后减少死亡率 其实是爱泥 爱泥去抨击西方的制度不行 觉得自己的制度不行 这个动态精灵 只能够中国做得到 西方是完全不行的 西方就是不顾人民的死活 就是用这个社会达移民主义的方法 令到那些老弱的 在这些新冠疫情里面 任得他自生自民 任得他死亡 所以 中国的制度是赢过西方的制度的 他是用这种 尽量压低死亡率 尽量低估死亡率 他从一个政治的角度 说自己的制度是赢了西方 他一直都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 到今天也是的 他今天他自己都是自吹自泪 最近《人民日报》一篇文章 就是说自己如何在疫情的防恐措施 在全世界最厉害的 如何去赢过西方 中央政治局开完会后 有一个公布 为过去三年的抗疫评定 是取得了重大的 决定性的胜利 就说防疫工作得到群众认可 政治局会议自然是习近平主持 他就说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团结全党全国同心抗疫 新冠的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的水平 还取得防空重大决定性的胜利 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防疫措施有力 群众认可 成效巨大 不过就是 《纽约时报》 这个报道就是用四个独立团体估计 近两个月的死亡人数 是由100到150万之间 比官方的数字多出20倍 官方的公布就是很少的 大家知道 它现在就是说自己有重大的胜利 官方的数字就是83,150 他說是全球死亡率最低 如果用一個比較透明度高的 這個統計來說就是紐約時報出來了 跟其他國家比較 美國是全球最高的 每10萬人有337人死亡 大家記住定義是很不同的 他在身體裡面發現有新冠病毒 他就當他是因為新冠病毒而死 接下來就是巴西 意大利 英國 英國都是超過30個 300個 每10萬人裡面有300個死亡 然後就到西班牙 德國 以色列 加拿大 在中國 如果根據紐約時報找了四個獨立的 不同的機構這個評估出來的統計就是中國 大概是110個 10萬人裡面有110個死亡 但是中國官方自己有10萬人裡面只有6個死亡 然後一路數下去 然後到澳洲 台灣 韓國 印尼 日本 紐西蘭 以及新加坡 中國都是在這些國家 至上的 死亡人數 不是全球最低 我也是自己欺人 當你把定義修改了 窄到這樣 最後只有8萬幾個就說我們死亡最低 我們取得重大的勝利 但是 殯儀館 天天夜地在這裡 火化屍體 ICU不夠病床用 急症室 發燒悶診 滿了人 你說 自己最厲害 全世界最厲害 最偉大 除了欺騙自己 騙不騙人 我覺得 中國的現狀就是這樣 不停地吹噓 這不是大外孫 因為外面是不會相信的 這是大內孫 小粉紅就肯定會自我感覺良好 覺得我們真是偉大 江湖正確 我們全球 是最幸福的人民 和北韓是可以看齊 經到這裏 我非常繼續之前 我心直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各位 用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 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Lot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 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 用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 折扣優惠 LotVPN 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 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蠻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給我一道 就兩年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你還是不滿意的話 我不會再給我 將你入口 你們 從這裡 我能夠 在這裡 你 去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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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